阿姨应该怕,她非常怕的,比方说她要拍我,反而不拍她,她绝对比我怕 对不对?一般人都知道,你看一个人都不建议,多小,她不要别人一直到手里去 不过过来去,对不对?当然一定一直到这个 谁给过,那大伙,他们比我,就是我们不用怕,特别像这样的,我们都不用怕 他们比我怕多了,特别,中南坑的哪个老杂猫,她的前色就不在海外了 咋啦,我们跳蚕,对不对?在海外,我们在阳光下,阳光我们怕什么? 好,摩侣,谢谢,谢谢,谢谢,摩侣 没事,过来一下,快点歇了,要不这边,阳气太重了,阳气太重 这个,这个,刚下午期的直播的时候,我想问了,其实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恐慌指数,所有的指数都是超重的 对啊,我是知道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嘛 我的意思是,你看股市啊,这个证券啊,最近跌那么多,跌那么低 哎,恐慌指数,它竟然不动,我个人觉得就是媒体,它控制了媒体 媒体不去传播这种焦虑,恐慌,危险 哎,但是股市跌这么多,你看媒体它不去炒作这个下跌 这个下跌,比如说媒体像08年的时候,大家天天看媒体都感觉世界要塌了一样的 然后现在跌的其实不比那时候少啊,一个星期几万又一样,这太玩笑了 比那时候都还多呢,哎,居然大家都没什么感觉 大家见面不是说,哎,又跌了,大家不,那08年,美国了,全球只要见面都在聊这种危机 现在跌的比那时候多,大家也不怎么聊,当然说也没有 只是说股市跌了,那样的,然后股市方指数也不动,都正常 看了这个图,都知道是超重的,不可能,它就不是跌很多 你方向指数连一个明显,波动都没有,对吧 但是你想想,那些图子做的,就是不让它回复 所以说,已经是不够了,就是不够了 这个时候,一个关键是,得到70币会访 记得,到时候提出了吗 今天,到时候只想见1100点,那玩的 只有一个卖衣服的,涨了,还涨了 涨了7%啊,提前卖吃 它全跌 官员长就喜欢看这 你看麻省呢,就是在波兹顿的那个州啊 麻省呢,官员报道了,也出来了那个猴头被捏 是,你,就是这么一个,咱们 哦,对,那模拟聊聊话,接着说,大家看一下这边 警惕啊,有没有 告诉战友,不用担心,有始令人就会经历到嘴巴 谁说无法如果不出了,你不帮像一个吧 对不对,有的人,他就报不了嘴巴,他就活该 你大可不用提,别人担心,谁忠诚,谁不忠诚 谁到最后最后,所以这些人,我们都是一个人 还是担心自己比较好,还是自己怎么做的比较好 你能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必须做什么 你不老想了别人,充分的战友,不要老说别人做什么 少发提,自己能做什么,自己做了什么,这就够了 你老担心那样,根本跟你没关系 不可能发生的事,是给你内心里边根本灭供 没有信心,找借口,很多人都是什么 因为压根你内心里不相信能灭供,或者不相信能灭了供 甚至不坚信自己干这个事,是否是正确 给这种怀疑和懦弱和害怕恐惧,找各种借口 所以说一旦风吹草动,自己的裤子就掉了 然后你看看,不是我腰带太松了,是因为这个风太大 兄弟姐妹们不要被自己的懦弱,不知自私给吓得自己扬尾巴 别给自己的懦弱找借,我们这场内共的事业 谁也不能求,谁也不能指望,完全平静你的理性和世界 还有你的造化和修行,谁要别拍谁,谁也别平身,谁也别指望,就看自己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勇气,很正确,但是很可悲的是,我们抱着这个走到今天 真正的有勇气,有智慧的,不自私的,无我的,还少开心 像路达桃的,舌标园,刘主腰,还有什么,鸡屁趴,一个个的击灭的 这种圆渣的态度不是一般的,谁能走到最后,但慢慢看 反正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谁也活不过三万六千天 你要么真的在共产党灭亡前一起走进危机,你要么你在你三不属于你的三万六千天 我从任何一天一起向对面,我会默默地辞去过种轰骨力链的 给共产党干了一把可能不同回到的位置,也可能我会被共产党灭掉 但我身中一定会给大家帮打 这段话吧,每天听,决定有效,练习学习 等一下评论,然后找首歌 等一下,我把球在吵了,这个答案好,这个答案很合国计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就是他们都知道啊,华尔街的都知道 还会,还会再跌啊,那照这样说,真的那个时间哪啊 就是跌的,跌到底的那一个时间呢 天啊,太牛了,天啊,太牛了 就是控制,控制人都不制造这种焦虑情绪啊,就是让韭菜 就是,哎,没啥事,还会涨的,还会涨的 今天大跌是大跌了,上台说一说,明天还会涨回来的 中国一样的,现在都在涨啊 明天还没割够,直接让他说的好 就是他们这个能跑的,像跑的干安静定了 然后,最后反正钱也没了,钱本来就没了 然后通过这个股市大跌,钱蒸发了 我推就经历了,基金拿下了,直接都没了 完全对操控那里 我就是在想,为什么操控这个,就是问这个问题啊 直到没操控,看上那个图后知道是没操控的 牛家长得一大跌,两个小鲜人能挖住,是的,是的 我我们要去照顾 我来说你最后就会找到 你一把小鲜人 还能帮认出